的确参与四合一干部 进进研习会各国志工 把握机会进行交流 也希望能够经验分享 努力学习 马来西亚王问峰 以鉴习志工承担干部 年纪轻 但应用心待人 在社区很被大家信赖 愿意共同来成就活动 像岗位我们分派也给他们了 他们会担心说 我要做这个岗位我会怕 然后我做不好之类 我们说不用怕 当你做不好的时候 我们后面会帮你替补 我们会帮帮你修改 不论在哪个国度 慈济深入社区 要带人也要带心 我们的小鸡 美国慈义志工张慧芬 和大家分享 塔鲁科鼓励社区民众 也在交流互动中 他又找回了出发心 自17年到10年 甚至这个老中青碰到 大家还看到就会觉得 我们都还在法青的这条 慈济这个道路上 还在看到熟面口就很高兴 来自泰国的温英 只会说简单的泰文 如何将上人的法传递出去 他用身体例行来解释 做方法 怎么做方法 像说环保 我们不能叫别人做 我们要自己去做 像说我们环保站有活动 相机也要自己去做 就是每个人都要带人做 美国慈济人就把金思宇 带进了监狱 受刑员的回馈 让李静怡有说不完的感动 他一天只赚一块钱美金 所以他固定的每一个月 捐了五块钱给我们 他就说因为这五块钱的力量 帮助他的心飞越那个铁墙 走到外面的世界 他还能够做一个人间菩萨 不论是说慈济还是做慈济 职工推动善的志业 有心就有力 大家新闻真山美之宫台北综合报道